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蔡美鑫 今天指数下跌了143点 那成交量是2977亿 那其实整个端午节的过程当中 美国股市是下跌了 那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最多跌了191点 不过呢今天排位上蛮特别的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 那当然跌100多点 大部分股票都是跌 但是呢有少部分的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的股票还蛮多的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行情 其实规划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规划是一样的 我们跟大家讲的规划是这样 对不对 我说你不用在意上半年错过了什么股票 你现在要想的是下半年的股票 在整个端午节之前我跟大家讲 一些涨多的股票 冬午节前我们很多股票都表现不错 那我说如果没有压回那就不要去追了 我们会布局 会布局什么 特殊筹码在第一档全力买进的股票 我们说等冬午节之后我们会来买 那当然啦 今天整个指数下跌 那当然就要进场进去买 那等等跟大家讲买什么 好买什么 先讲先讲行情的部分 这是我先跟大家讲 先前跟大家讲指数的部分 先前指数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其实啊 每一次上涨都代表风险的提升 应该是降低风险而不是最高 那所以呢 当指数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的操作必须要什么 避开散户多筹码乱的股票 然后布局特殊筹码增加股票 其实啊 今天指数下跌的原因很简单 这是一早我给会员的讯息 一早8点45分给会员的讯息 冬午节假期期间每股是下跌的 有两个原因 最主要是FOMC的官员认为 下半年进一步升息 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升息 虽然不会 不会连续性的升息 但是它会慢慢的缓步的升息 下半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在这里 好叶伦表示 高利率 高利率跟银行业的动荡 会增加中小型银行 为储蓄账户支付更多的利息费用 所以呢 叶伦说未来中小型银行 可能有更多银行 会寻求整病 代表什么 就是有一些银行可能比较危险 美国股市跌就是跌这两个原因 其实这两个原因也不是什么新的 这两个原因 在端午节之前就有了 对 在端午节之前它本来就说 未来还会缓步 有可能再升息吧 那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嘛 银行危机未解 银行危机未解 这个地方厉害 来你仔细看喔 这里如果 这个东西很少人跟你讲 这是银行定期融资计划 就是让银行以持有债券的面额 跟联准会来借钱 对不对 那这个是细股银行 刚打的时候 他就推出个银行定期融资计划 而这个每一个礼拜统计一次 那每个礼拜 他你发现这金额 都一直在往上走 对不对 那联准会 通过定期融资计划 向银行发放了紧急贷款 这个数字呢 从这样子 813757831 然后870亿 然后919亿 到936亿 接着到1001亿 然后呢 到1019亿 最新的呢 最新的是多少 1027亿 这一周是1027亿 代表什么 从这500多已经涨到1027了 所以叶伦跑出来说什么 未来可能会有整并的风险 但是呢 奇怪 这个事情都是一直存在 都一直存在 所以呢 指数它会涨也是会跌 所以你现在要去买什么 你要去看股票 看筹码 真的 看筹码 今天大部分股票都是跌 但是你要看清楚 你手中的股票 它未来会不会涨 就像这个3306 对不对 现在涨停榜 没错吧 它是不是在这横排很久 那如果你在这里把它给卖掉 在这里把它给卖掉 你今天呢 就少赚一只涨停榜 那这个呢 我们这里我都没卖 这一档我们全部都没卖 今天就直接涨停榜 对不对 那这样是创近期新高 那今天呢 有一些股票是跌了 那你要看清楚啊 那要看清楚 我们今天有做一个持股调整 来这我们一早 我们卖掉这一只 这我先请跟大家讲 这个中国大陆它要推一个 新人员车的购车优惠 时间从6月到12月吧 6月到12月总共有半年的一个 新人员车的一个购车优惠 当时Tesla在涨 我说什么 我说我们买这个吧 仔细看哦 我买这个 这个是 这档是东洋 1319的东洋 这当时是下跌50块9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要买 因为总股东人数是减少 特殊手法在下面做布局 对不对 下面做布局 好 然后这个时候是50块 这是50.9 对不对 然后到52块8 接着涨到54块 然后这涨到多少 上个礼拜涨到56块3 对 今天呢 今天平板上全部把它卖掉 来1319 今天先除先洗啊 你给它还圈洗的话 还圈洗的话就在这里 这除先洗 所以今天是平板上把它卖掉 还这样赚一层 它就这样子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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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卖掉 因为我说 我们现在要调整 调整什么 调整到盘面上一些资金 还有资金在中压的 来我们今天买了 集团股票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来 先讲这个 我们今天 这一档 先买一档是这个 它是低价AI AI普及的受惠股 AI普及的受惠股 它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它这家公司很有趣 它要涨 这是月线 它要涨一次都涨很多 一次都涨很多 它要涨一次都涨很多 现在在这里 有一种感觉刚开始要涨 那会不会涨呢 我们得去看 有没有特殊抽码再买 这特殊抽码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做布局 在这个地方做布局 这家做什么呢 它是做 它做这个 它做这个东西 这东西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 它就是intel相关的晶片 又或者amd的晶片 它可以帮你整合到一个 什么AI应用的电脑里面 简单讲这做微型电脑 微型电脑 例如什么 像如果去点餐 不是有个点餐机吗 那里面就有个微型电脑 对不对 如果像未来 整个生成式AI 越来越普及的话 又或者是人工智慧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其次它的应用面是什么 最后的应用面是什么 就是你身边会有很多什么 小型的电脑 小型的电脑 它可以用在什么 什么数位广告看板的 人脸辨识 像什么点餐机这一种的 工业电脑 今天很多工业电脑 表现得不错 然后客制化的物联网 IOT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做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今天是下跌了 今天下跌了 而且它很便宜 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你要去想 来 这是顶天 这5月30号 我跟大家讲顶天的时候 它是重挫的 它重挫那一天 它收盘 是收在29块多 也就是说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二字头 今天呢 今天3306 今天什么 四字头 二字头变四字头 你要去想啊 今天指数是重挫 有什么股票是今天跌下来 就像什么 就像先前顶天一样 对 顶天我说什么 为什么下来我敢买 因为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筹码 对 总股动人数减少 特务筹码增加 那今天呢 很多股票重挫 但是呢 你一早就说到什么 涨停板再送信息寻稿 持股后率续报 对不对 这什么时候买的 对不对 5月30号到时29块30块 对不对 然后呢 买完就涨停板一支 再两支 对不对 然后第三支涨停板 涨停板震荡之后 震荡压回来 我跟拉长说什么 说整理完还会再上 你不要乱卖 对不对 今天呢 40.05 来简单回顾一下 顶天的危险 这个呢 第一季已经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代表什么 代表股底帆扬 股价呢 还对于禁止 这样怎会对 30块 好 重点是做什么 重点他做什么 来 他做这个 他做这个 两个 影像与云端 就是 据深度学习的人工智慧影像 人工智慧物联网 IoT的解决方案 数据分析能力的云端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在这里 在这里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就是联发科跟NVIDIA 要合作的这个东西 安全性解决方案 好我们谢谢一整张 他做这两个 现在转归为引 AI的 这是不是AI 你去想一下 来来来 这宏基资讯 宏基之6811 从100涨到303 最近没什么在涨 因为他涨太多 他做什么 云端服务智慧物联网 宏基资讯 听也知道是谁的 宏基的嘛 对不对 6811 来 现在252 最近都没有涨 为什么 指数涨1000点的没有涨 因为他已经涨过了嘛 涨到300块嘛 现在是250嘛 所以只涨1000点 不会涨 因为他太贵了嘛 对不对 一样嘛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安基资讯啊 这座资讯 安全的管理服务嘛 安基资讯 是不是从270 到现在也是没涨嘛 6690 这也是宏基的啊 都没去啊 没去你买什么 你要去这种 你要买这个啊 对不对 像 这个是 人工智慧 这个是什么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这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啦 研发科 结盟 NVIDIA进京车用嘛 然后在未来 会推出新产品 这做什么 智慧坐舱嘛 对不对 没错啊 这个是什么 NVIDIA的大单是不是 广大抢到 所以你要去想嘛 现在 现在最便宜的是谁 这个比音业达还便宜哦 这个比音业达还便宜哦 那你去看筹码 你看他的筹码 他的筹码是这样 筹码是不是这样 总股动人数一直减少 特殊码增加 创意呢 总股动人数一直减少 特殊码增加嘛 没错吧 你看创意涨多少 创意涨多少 创意涨多少 将它有 33 块飙到1,500 这样涨多少 涨1,200 涨1,150幾块 为什么涨这么多 因为它背后有大股东啊 那时候我们一样啊 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买这个啊 对不对 这面没哪ánh争到底 不在30元 没哪ole 真的啦 我很少人 节目上会跟你讲 一套疙德的股票 对不来 大家都可以讲 今天什么股票涨平板 我告诉你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它在下跌的时候 你为什么敢买 因为你知道 知道故事 知道题材 还有筹码 对不对 那当时整个 顶天是二字头 今天是四字头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有什么股票 对不对 像今天 像当时顶天是这样跌下来 那特务筹码再买 顶天是掉下来的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不是涨平 从二字头变成多少 变成四字头 变成四字头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都 我们都没有卖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档卖掉 可能就会涨平板 所以你现在要搞清楚 你手中的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都是跌没错 那你要确定 它是洗盘 未来还会再上 你就暴走 如果有一些股票 它未来还会狂飙 那你下来就要买 对不对 来 我跟大家讲 今天买什么 来 刚刚跟大家讲一档嘛 对不对 刚刚说买这个嘛 第一价 AI 它是AI普及的收费股 AI普及收费股 那为什么呢 因为总股东人数 是在减少 特务筹码是在买 它做这个东西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很便宜 这个 十几块而已 今天是下跌 那不止 不止 不止我们今天还买这个 等一下 今天还买这个 来 还买这个 仔细看喔 它很好玩喔 总股东人数是不是在这里增加 增加之后呢 它给它特务筹码 给从下面开始买 所以总股东人数 大减突然间就减下来了 突然间就减下来 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进去了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 今天重挫 差一点打到跌停板 哇 差一点打到跌停板 你想象 差一点打到跌停板 从 人家买完之后 马上跌停板 那你觉得呢 如果跌停板谁赔最多 买最多人赔最多 那怎么办呢 来 这个买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 它是脉轮科技 长期合作 合作伙伴 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这脉轮科技是什么 NVIDIA以70亿美金入股的 NVIDIA以70亿美金入股 一样叫脉轮科技 那脉轮科技呢 它这家公司 哎 70亿美金 70亿美金你乘以30 700再乘以3 2100亿 2100亿台币入股的公司 肯定什么 大公司嘛 要做什么 伺服器 好做伺服器了 伺服器相关了 好来 那NVIDIA子公司 就这一家 好 的长期合作伙伴 哦 啊做什么 有做相关散热的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它还有什么 啊对 这个还有无能机 来 最近有一些股票在涨 7402 这个叫一期 哦 一期做什么 以前就是做那一种 这是缩时摄影嘛 缩时摄影 然后呢 它现在说什么 要把那个缩时摄影相关的技术用到什么 用到无能机上面 无能机上面 那叫什么8033 对不对 雷虎先写就是无能机嘛 都不用赚什么钱 就是狂飙 那7402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也是赚0.012 那一样不管了 先涨 无能机 好 这一家呢 来来来 这一家两个概念 买这一家两个概念 它是第一个AI 第二个无能机 第三个它要中错 还差一点跌停哦 AI加无能机 它有做无能机 商用无能机 然后再加上这个 那压回来呢 你认为是什么 散户在跑 中午 特务通宝在买 真的 今天指数跌140几点 很多好的股票 它会趁着今天大盘压回来 顺势做一个洗盘 就像先前3306再洗盘 对不对 在这一只洗盘 上来压下来 上来压下来 你受不了就卖掉 卖掉它就涨0.0 类似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现在要搞清楚 你手中股票 是属于哪一种股票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才能陆过资讯财富 资金财富 0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指数下跌143点 那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下跌 那这也符合我先前跟大家讲的 因为当指数涨到17200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啦 我有坦白跟大家讲 下半年指数涨幅要跟上半年一样 那这微乎其微应该是不可能啦 因为上半年指数涨很多嘛 上半年指数涨很多嘛 对不对 那下半年的话 指数要涨这么多 应该是不可能啦 机那个机会接近零嘛 就算要挑战18600都很困难 我当时是这样跟大家讲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美国银行危机危险 企业破产持续嘛 美股效率高涨 这都是同时存在 但是呢 并不代表涨势不会持续啊 还是很多股票在涨啊 那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你现在操作的难度是比以前增加 以前是在涨嘛 对不对 那现在是指数会震荡嘛 那指数会震荡后你要去看啊 哪一些是散户多的 你就不要去碰啊 真的你去看这个 最近你看3363 你看这上全 上全这个 对不对 先前的强势股啊 但是一个不小心打下来 就全部都套牢了 啊8446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对不对 他从这拉上来 从158块当天啊 当天就大幅度震荡 这不对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敌到这儿呢 这先跟大家讲过嘛 那2748 好 这云品 云品你知道做什么吗 他有很多集团 对不对 先前发了很多券 去吃他们家的 他会发一个100块给你 我也不会去用 因为这不太想去 对就是这个概念啦 你自己想想看啦 6531 你看艾普这样也直接下来 艾普还有力多呢 对不对 什么报纸上来不是说什么 对不对 在那个AI的旁边一小格 跟你说什么 那个什么技术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就变这样 所以我跟他讲 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啊 你要仔细看啊 你要看清楚啊 不小心就变成3056 总态 不小心就掉下来 对不对 2727 也是嘛 全部都下来 所以呢 你现在要想的是 还有没有这种股票 我跟他讲 对不对 这应业打 现在跟他讲应业打的时候 中股动物数在减少 特殊码再增加 对不对 春江水暖压先知 中股动物数减少 特殊码增加 当时应业打多少 30块 30块而已 29块30块 应业打涨到45嘛 涨5成嘛 对不对 好 当时跟他讲 华府 总股动物数减少 特殊码增加嘛 人家敢下大柱 必有把握嘛 对不对 当时多少64 结果涨到169 华府涨到169 我跟他讲的时候是64 当然了我现在 不会叫你去买华府啦 因为 他也许还会再涨 可是问题是 他震荡会大嘛 对不对 涨到169最高 当时64啊 所以你现在要去看 哪一些筹码是人家在收的 就像这个我前两天跟他讲 强生嘛 对不对 你看总股动物数是不是一直减少 特殊筹码是不是一直增加 对不对 你觉得他在干嘛 你觉得他在干嘛 买股票是为了什么 买股 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嘛 对不对 来 不用在意先前错过的什么 下半年会极其直追的 来4747 上个礼拜三 是不是开高压下来 讲说快挂掉对不对 今天呢 又涨停板了 没错吧 直接洗盘之后 今天呢 今天直接又涨停板 那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散户嘛 散户跑掉了 你自己看一下 对不对 是总股动物数一直减少 他把你的筹码买掉 代表什么 他比散户更有信心嘛 他比散户更有信心嘛 对不对 今天多少 今天110块 110块涨停板 那就跟他讲的 创股2059一样嘛 总股动物数减少 特殊筹码增加嘛 对不对 他这里横盘 在这里收 结果呢 结果今天2059 第三是涨停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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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去找这里 类似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跟大家讲 现在筹码很重要 今天大部分股票都跌 但是有些股票涨停 为什么 因为里面已经有人先压了 那如果里面有人先压了 那你就去找 什么股票是里面有人先压了 来我跟大家讲 这个嘛 里面有人在压嘛 在收你的筹码是不是 而且今天还打到快跌停板 几乎跌停板 对不对 好 那这一家我跟大家讲 这一家看起来一次都涨一波 所以说他如果打定竹鱼要涨的话 他如果打定竹鱼要涨的话 其实蛮凶的 他一次都涨很多 现在呢 指数涨了17000点 大家都还没有表现 对不对 好 那他现在做这个东西 重点是今天还压回 而且很便宜 现在股价很便宜 股价才14块多 才14块多 那我说这一波 我们会帮大家就是 如果你所做的股票 你可能调整一下 因为毕竟上半年涨的股票 下半年搞不好不太会涨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找相关的 你看这个股价是不是在相对近很低的地方 这什么做除能 而且它是隐藏版的除能 它总共有两个 它有一个小型的电池 跟一个中大型的电池 小型电池它有一家插震人员 它持股66% 它是专门做小型电池的 那还有呢一个是 插引科技 它持股89.53% 89.53%做什么 做下面这个 中大型电池的除能系统 所以呢 它可以做一站式的除能整合方案 这是隐藏版的除能股 股价还在低涨 都没动 如果明天有震荡压回 我们就进去嘛 听清楚 如果明天有震荡压回 它总共有两个 一个是做小型电池 一个是做大型电池的 那重点是 现在什么中心电 什么都很贵 对不对 它很便宜 真的啦 想想看 有什么是新商机 低机器 筹码集中的 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来电做巡伪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